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一个单词 一向 注意这里的时候发音是二声 一向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表示行为和情况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 从过去到现在是一个长的时间 一直保持不变 变成了你的习惯 好像就是一种习惯 这样的意思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爷爷一向生活简朴 简朴意思是简单朴素 一向就是可能爷爷从小的时候到现在80岁 这么长的时间 他的习惯就是简朴的 第二 王府井 王府井是北京的一个地方 一向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 繁华 热闹 人多 从50年以前到现在一直是很繁华的 第三 我们公司一向把客户利益放在第一位 客户利益 客人就是上帝 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这样 注意的是什么呢? 注意这种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 不能用于暂时性或者阶段性的动作 暂时的短的时间 一个阶段的不可以 比如说 妹妹从早上到晚上一向哭 不对 妹妹从早上到晚上是一个短的时间 暂时的 所以这样是不对的 怎么说呢? 妹妹一向爱哭 妹妹一向爱哭 这是她的习惯 一直这样 一向爱哭是对的 第二 她去国外旅行一个月 一个月就是阶段性的了 一向高兴 这个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一个月只是一个阶段性的 不是一个习惯或者是保持不变的 所以应该说 她一向喜欢去国外旅行 一向喜欢 这是她的习惯 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直喜欢的 这样是对的 所以这个一向呢 它表示的是你的行为的这种 从过去到现在不变 没有变化 一直是这样 可能已经成了你的一种习惯 所以不能用暂时性或者阶段性的情况 一定是一直这样的时候才可以 好的 那今天的内容您明白了吗?